人家糾察隊 如果是要看到我們裡面 有那一間什麼的 要去組織 小草蠻身穿白色衣服 一早聚集北檢前舉牌 抗議司法蒙羞 相信柯皮清白 另同民眾黨緊急應變小組 更召開會議 聲援柯文哲拒絕夜間證訊 我們對於柯文哲主席 拒絕接受檢方長時間疲勞的訊問 捍衛自身合法的程序權益 我們表示全力的支持 從申請提審再到公開監視器 批評北檢前一天搜索 沒有柯文哲辦公室的中央黨部不合理 民眾黨怒槍司法不公平 不過據平面媒體報導 柯文哲遭御令逮捕 是因為有想離開意圖 從他一開始主動配合調查 到他被檢察官當庭 預知逮捕為止 這段期間當中 他都是自由之聲 理論上不應該被置於任何物理的控制之下 黃國昌看狀況 適時去關心小草 私藏毛也捕捉民眾黨賴群組 立委林國成在裡頭只喊團結一致 穿草鞋幹到底 被批評操弄民粹 想要操控輿論 然後用民粹的方式來聲援自己來煽動所謂群眾的憤怒 民眾黨不管是中央委會等等的策略 是不是也是在跟柯文哲去進行一套這樣戰術的搭配 我們今生所體驗明顯違法的程序 那希望我們的執政當局能夠說清楚講明白 那我們不會太快的去做任何政治上面的延伸跟揣測 檢調辦案民眾黨雖稱不過度揣測 卻似乎有意操作成政治鬥爭 三順陳一祥 續選S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